《受疫情衝擊嚴重的板塊》當中 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跟上個月相比無變化 維持在8.6%水平 零售業由6.8%回落至6.4% 至於住宿服務業則由7.4%回落至6.9% 此外 金融界失業率最新報3% 保險及地產分別佈2.4%和2.9% 本港最新總就業人數錄得365.2萬人 按月增加1,700人 而總勞動人口佈384萬人 減少8,900人 整體失業人數由19.8萬人減少至18.8萬人 中委數家庭每月收入7月錄得26,600港元 按年上升400港元 大型招聘會方面 勞工署將於今年10月12日至13日在麥花神場館舉辦 求職新路向招聘會共有超過50個僱主參與 提供大量不同行業的職位空缺 勞工署今年6月至8月平均每月錄得96,429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 交5月至7月的平均數字上升9.3% 按年上升69.1% 勞工署 勞工署 感谢观看